第一,行程让我与新加坡、印尼与马来西亚 三个国家的领导建立友谊与良好沟通 亦达成多元合作的共识 对未来关系的发展起了很正面及积极作用 我亦与东盟秘书长建立良好沟通 未来就香港与东盟的整体合作产生更积极的互动作用 第二项成果是我们今次在一星期内 与三个国家的不同单位 达成了33份的合作备忘录和协议 数目是历来最多 足以证明香港受重视的程度是超预期 第三个成果是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 再次确认他们支持香港申请加入RCEP 即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係协定 第四个成果是我们与新加坡政府同意恢复 因为疫情而停办的公务员交流计划 第五个成果是马来西亚政府延长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 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免签证入境期限 由最长一个月延长到90天 在印尼的行程方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驶踏了雅曼高铁 雅曼高铁是一带一路窗户之中的重点项目 是印尼第一条高铁连接雅加达和印尼第三大城市曼陆 持续可以高达每小时350公里 将原本三个多小时的行程缩短至40分钟 雅曼高铁是共建一带一路的行动实践 展现了务实合作的良好成果 来到马来西亚 我今早到了一间熟食中心食地道早餐 也都跟当地的市民聊天 我感受到这里市民融洽相处 感受到香港和马来西亚两地的人民 已经有很好和很强的联系 因为两地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都有很多共通点 特区政府会继续致力强化香港作为 联通国家和世界各地的桥立 与一带一路的完善经济体加强合作 为香港拓展机遇 创造发展和商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